在黑人陳建州旁邊一起拍攝香港節目預告片 這是2012年大牙黑人共同主持的節目 沒想到11年後大牙爆料當時這趟出差 被黑人硬闖房門 返回2012年7月18號 黑人臉書上PO出和大牙在機場合照 表示正要前往香港錄製節目 再隔一天大牙臉書上也發文配上自拍照 但是嘟嘴完全沒效益 這網友最新留言表示 這個表情背後的真相 現在揭曉了 面對指控黑人微博上也發出聲明 表示7月香港節目行程都是團體行為 沒有私人獨處 認為指控毫無根據 全是虛偽不實的 不過就被網友吐槽 先前翻車的藝人吳亦凡 李一峰都曾經在出事後 發出類似聲明 至於現在娛樂圈的聲明還能信嗎 而律師李宜貞也在大牙貼文底下留言 黑人閃電般的律師函恫恫 效果很大 或許舊校孤立大牙成為唯一爆料者 喊話有其他受害者就要跳出來支持 黑人他從不抱怨他老婆的 因為他很重這方面的形象 因為他靠這個賺錢 什麼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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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拿黑人愛妻形象開玩笑 藝人沈玉玲六年前節目上 爆出黑人就靠愛妻賺錢 他的任何社群網站當中 沒有任何負面能量 但認證黑人不散布負面能量 就是大家的楷模 沒想到卻被大牙指控 曾經被性騷擾 黑人的愛妻人社也跟著翻車 三選周高人來自台北採訪 我們